不知道是不是P圖玩上癮 国民党议员宋伟丽把自己的勘斋照 变成电玩玛丽兄弟游戏的主角 甚至还合成在1950年代的田辽合景图上 文中强调心中纯真的台湾 已沦为有心人的政政工具 但网友不买单痛批 你是不是不知道低调两个字怎么写 政治不难瞎扯P圖就有 没想到宋伟丽逐一回呛 写稿不难看图说故事即可 政治人物低调如何未名喉舌 宋伟丽不只呛网友还扬言要提告 但自己却在脸书转发 送行市长谢国良哭手梗图 骂上遭酸不是要提告吗 蓝能你不能 现在救灾最重要 我现在在救灾 宋伟丽你要在脸书抠出 我没有看到 完全没看那一折不好意思 敏感话题谢国良不愿多说 只是下礼拜就要罢免投票 却遇上自家人扯后腿 让蓝莹不能接受 网友要做梗图哭手一下 当然没问题 但有些过分的移花接木 甚至已经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 这个时候大家还是把焦点 放在灾后的重建 政治上的标签跟口水大可不必 我都不晓得 宋伟丽跟我们都一样 期待10月13号 能够有新的一个局面 很多事情必须要将新比新 希望别人不要在网络霸凌你 你们也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宋伟丽不满自己被恶搞 却转发谢国良的坟墓罩 就连民进党议员权以勘哉文 幕僚也拿来取笑 是交友 真不晓得议员是否还懂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做人道理 没选择这么多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